大家好,我是专注分享中华传统化的小易 俗话说人穷至不穷 小易认为这里的穷呢不仅指的是财务方面 同时呢也指的是一个人的思想、境遇以及格局 那么人再穷也不要指望他人 只要坚持做这几件事 那么相信一定会是来运转的 首先呢第一点是人穷不要怕折腾 贫贱不能倚说的是一个人的志向 不能轻易的改变初心 穷且意见不舍轻庸之至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不要贪图安逸稳定的生活 一个整天只贪图老婆孩子热炕头的人呢 会有多大的出息呢 还不如放手一搏拼出个无悔的人生 还有的人本来就是条件不好 还总是患得患失 干起事情来呢怕这怕那 倒不如想想 反正野群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 还不如去闯一闯呢 万一成功了呢 你说是吧 第二点呢就是人穷的时候 要远离微信朋友圈的点赞之交 大多数人呢都是看笑话的路人 在这种境遇之下 你只管暗自努力 心里的苦呢也不必说出来 以免身边小人泼冷水 最后呢一定要远离负能量之人 如果你身边都是负能量不上进的人 那么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你注定这一生也是碌碌无为的 想要让自己的生活呢更有层次 就要努力学习成长 成为高层次的人 这样你也会吸引同贫的朋友 这也就是为什么越是有钱的人 赚钱越容易的原因之一 因为呢圈子决定了你的生活品质 只要你能够做好以上的三点 相信一定会摆脱目前的糟糕境遇 不知道正在观看视频的你 是否也赞同这样的观点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您的看法 也欢迎点赞转发 让更多的人看到 最后呢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 感谢您的关注